盘点世界上最具杀伤力的十大奇葩兵器 就连子母鸳鸯月都只能排在倒数 第十 印度环刃 又可称为飞轮 轮刃 这是一种圆环形或半月形锋刃武器 直径约为10到30厘米 环的外围被磨得锋利无比 是可以用来砍杀或者投掷的武器 虽然长得有点不太厉害 但印度环刃在威力上却十分不俗 射程足有40到50米之远 在30米的距离上 足以砍断直径2厘米粗的竹子 在与敌人战斗时 可以轻易斩断敌人的手臂或双腿 而环刃在传说中 还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皮尸弩所用的武器 威力无穷 不过以印度飞环的实力还是只能排在倒数 第九 鹅眉刺 又名鹅眉针 这把兵器设计打造理念跟别的冷兵器不同 外观有两头细而扁平 呈菱形尖刀锐刺 中间有个吊环 一般长约一尺 中间粗 使用者将手指套入其中之后 就可以非常灵活地运转 早穿船底之用 顾佑称分水鹅眉刺 不过从造型上看 这个小玩意儿就跟大号的绣花针一样 感觉没什么威力 不过可别被他的外表给迷惑 武林高手操作时 可以利用鹅眉刺这个特点 对敌人实施最为致命的打击 造成的破坏力度是相当大的 就连最为厚实的甲板都顶不住一次 第八 子母鸳鸯月 子母鸳鸯月是八卦掌门派的独特兵器 又叫日月乾坤剑 是由清代董海川所发明 此兵器的长相极为奇特 双月互曝 除了手柄之外 鸳鸯月有四个肩部 九个鞭刃 共计十三个锋利的肩刃 形状酷似阴阳鱼 同时也分子武 一雄一雌 在演练时开合交织 不计不离酷似鸳鸯 而此兵器练法也是与众不同 乃是由八卦掌演化而来 不走八方 并且在使用时要求随心所欲 这使得子母鸳鸯月变化莫测 一攻难防 同时此兵器身为内加独门兵器 杀伤力非常之高 再配合上八卦掌灵力的步伐 能够轻松的以短取长 直击敌人要害 世界上最具杀伤力的十大奇葩兵器 你都知道是什么吗 第七 印度软件 这把武器流行于南印度 在当时被认为起源于孔雀王朝 软件的剑身很软 呈多刃状态 用力一扭可以弯曲且不断 看似这些刀刃参差不齐 实则内含杀气 不过由于这把兵器长度一般在两米左右 就导致要十分熟练的才能用 否则不仅容易误伤持舰者自身 在战争中容易误伤有军 因此更适用于两人之间的格斗对决 印度软件看似散乱无章 这些锐利的钢条平时卷起 不过一旦甩出就会变成长剑一样锐利 是南印度卡拉拉邦传统武术中的武器 至今仍有一人持软件进行表演 第六 抓 这种兵器的外形上看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把痒痒挠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小看他的威力 这玩意儿看似简单 实则威力巨大 而在五国古代就曾出现过一位用抓高手 那就是李存孝 他手中碧焰朝天抓 当时天下无敌 王不过相 降不过李之说就是由此而来 甚至就连号称五代武功第二的王炎章 在他的抓下走不了几个回合 而抓在造型上有五个极其锋利的铁钉 就像一个带刺的手 而且留着锋利的指甲 这就可以让使用者用来撕裂敌人的肌肉 或者勾住敌人的兵器 但是以抓的实力也只能排在第六 第五 恩加拉短刀 大家都知道制造武器都是利用硬实的钢铁来制造 但恩加拉短刀却打破这项的制作的常识 而这把冷兵器制作用的材料是铜 并且效果出奇的好 所展现的锋利度堪比钢铁 适应环境作战 对环境的抗腐质性也很强 杀敌丝毫不受气候影响 同时这把刀的锋利度极高 一刀锋猴轻松无比 而该武器最大的亮点是在刀刃上 那看似奇葩的不规则的齿刃设计 能很有效克制刀剑类兵器 不过这把短刀的缺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在面对坚硬的铠甲 可能会有断裂或者弯曲的现象 第四 中国锏 锏是我国古代一种钝兵器 长而无刃 有四棱 上端略小 下端有柄 连柄约长四尺 看上去就和硬鞭和短棍非常相似 从外貌上看去感觉威力并不是很大 但其实不然 锏的分量非常可观 全身以铜制作 粗于二寸 欲向其端欲细 这使得其的杀伤力十分不俗 即使是隔着盔甲也能将人活活砸死 减身顶端尖利可做刺激之用 不过他的主要技法还是以挡摔点等为主 同时他要求使用者在身法上转折圆活 刚柔合肚 步伐清洁奋讯 与手法紧密配合 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 盘点世界上最厉害的奇葩兵器 今天他来了 第三 塞尔比亚勾刀 其刀身长度大约为80厘米 不过由于刀锋比较笨拙 刀身为菱形截面 中央有剑挤或为平挤 整个刀刃的曲线看上去几乎是个半圆 所以整个刀身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钩子 而士兵在使用这把刀时 也会利用这个特点 先躲在巨大的圆形护盾后面 然后用这把刀攻击对手 其次在使用技巧上 埃塞尔比亚勾刀并没有其他刀法中常见的P砍等 其主要目的在于攻击时绕过敌方的盾牌 将肾脏肺等重要部位发起勾刺 所以埃塞尔比亚勾刀也被称为能够无视防御的死神之刃 第二 乌金铁扇 乌金铁扇顾名似义 通体自然是由乌金打造的铁扇 不过或许在很多人眼里扇子只是一个装饰品 怎么可能成为兵器呢 这威力能厉害吗 而在电影《十月围城》中给了我们答案 刘玉白就手持乌金铁扇 一亿人抵挡千军万马 同时在我国古代 武艺高强的人也会将它用来做武器进攻 不仅能够出其不意 并且威力是十分不俗 将扇子合起来就是一根铁棍 能够轻松击碎一尊石像 若是击中人的身体 便可一招致命 而将扇打开就是一把利器 威力足以在轻刻之间切断目标 甚至有的时候扇子里还藏有机关 十分阴险 让人防不胜防 第一 配扇 谈到以伞做兵器 人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神话中四大天王之一的多文天天王 它的法器就是称作会伞的兵器 而我们现在要讲的 就是电影影中的一把武器配伞 这是一件平时外观和普通雨伞无异 可以用来遮风挡雨 不过一旦打开机关 这把雨伞就可以瞬间变身为一件 由数十把利刃组成的可怕凶器 而配伞的用法 也犹如哪吒的乾坤圈一般 需要快速转动伞柄 使几十把利刃一样 飞速转动起来攻击对手 并且配伞不仅可以攻击 同时还可以防御 那巨大的伞面 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御 像刀剑在这样的武器面前 将会显得无能为力 故将其排在第一 实至名归